徐大伟不确定地拉住许念念的手 哎哟念宝 你说啥 大点声 霸眉清清 倒是杨翠花先一步反应过来 没好气地派了徐大伟一巴掌 高兴得道 你个傻大哥 耳朵咋这么不好使啊 闺女说要带咱们上县城去 上县城 徐大伟确定自己没听错之后 惊讶得合不拢嘴 哆嗦着看了看杨翠花 孩子他妈 我耳朵是不是不好使了 他们宝贝闺女说 要带他们去县城里住呢 县城 那是个什么地方啊 在徐大伟眼里 那可是有钱人才能去的地方 能搬到县城里去住 那可是一件相当有面子的事啊 徐大伟激动得都要语无伦次了 杨翠花也高兴 眼里满是骄傲 她闺女能耐了 赚大钱 能带她们 上县城去住了 以后还不用种地 杨翠花能不高兴吗 不过 高兴过后 杨翠花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哎呀 念宝啊 我和你爸这辈子只会种地 真要上县城 我们不会拖累你吧 不会 我能养活你们 看杨翠花和许大伟那么高兴 许念念也开心 早知道能让他们那么开心 她应该早点把两人接过去的 杨翠花简直骄傲得不得了 她闺女能耐了 看这下 村里那些长蛇妇 还嚼蛇根说 她闺女是赔钱货不 她一直偏爱许念念 村里人都知道 总是有人背地里说她傻 说什么 闺女都是赔钱货 注定要嫁人 没法给自己养老 现在怎么样啊 她这还没老呢 她闺女 已经要养着她了 哼 她就见不惯那些老婆娘 自己是女人 还对自家闺女那么苛刻 重男轻女 她就偏步 以前她妈重男轻女 让她从小不受待见 她生了闺女 她就想着 一定要好好腾着自家闺女 还好 她闺女生下来就有能耐 不像爹 也不像妈 专挑全家长得最好看的爷爷像 这让全家人都跟着一起宠 虽然杨翠花 没见过许念念的爷爷 但既然她婆婆说 闺女长得最像死去的老爷子 那老爷子 应该就是全家 长得最好看的 杨翠花和许大伟同意的 比许念念想象的都要快 爸 妈 你们就同意了 许念念惊讶 她还有一大堆 说服的理由没用上呢 怎么有种不费吹灰之力 就中了大彩票的感觉 火闺女接我上县城过好日子 我为啥不去啊 许念念文言 无奈地笑了 她这宝气老妈 还真是美美给她惊喜啊 高兴过后 杨翠花突然想到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呀 那多余和志成 那两个小兔崽子咋办呢 还上学呢 许念念听言 诧异地看了杨翠花一眼 抿着嘴之乐呵 她就说嘛 这个老娘对儿子 也没那么狠心 以前会出现严重偏颇 也是因为园主 总是跟杨翠花闹 杨翠花 只要没把园主想要的东西给她 她就会不停地闹腾 杨翠花偏心闺女 自然就越来越偏了 妈 你放心吧 多余和志成 也一起接到县城里去 学校 我已经给他们找好了 杨翠花闻言 放心下来 接着又问 半路转学 县城里的老师 那么好说话吗 许念念无奈 道出了实情 是金玉帮的忙 得到准确的答案 杨翠花也不问了 捂着嘴之乐呵 一个劲地说 她女婿有多好 许大伟 则是从头到尾 看着母女两个 只点头 请不吝点赞